亲爱的网友们你们好 我是算命高手 很久没有给大家一起做视频了 今天呢我 今天是周末 然后我出来去找客户了 怎么找客户呢 就是出来捷克 捷克 什么叫捷克 我首先给大家说一下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我现在就是卖房子嘛 卖新房了 所以呢我要出来找客户 然后呢就准备出去 周末的话出来看房的人很多 所以呢我就 我就出来了 出来到寿楼部这边 然后找一些客户 所以呢趁这个走路的机会 正在路上走路的机会 就做一些视频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南京这边的街道 是不是很美啊 道路很美 看这个绿化做的多好 两边 瞧瞧 这无虫树 瞧瞧无虫树 道路的两边种了很多的绿花带 这个 这个街道非常干净 瞧瞧瞧瞧 然后种了很多无虫树 是不是很美啊 瞧瞧这两边都是无虫树 说起来这个法国的无虫树啊 在南京肯定也有也有一些 为什么种了这么多无虫树啊 据说当时 就是 蒋介石嘛 老蒋 老蒋 老蒋的 呃 国民政府不是 建在了南京吗 据说是他的老婆 喜欢这个无虫树 所以呢 老蒋 哈哈哈 老蒋 老蒋 就从法国那边 据说是搞了一些这样的无虫树 来取悦他的老婆 是宋美龄是吧 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看来这个老蒋 还会挺会泡妞的 哈哈哈 所以说你说 最后这个老蒋 为什么被碾被碾到台湾 这还是有原因的 对吧 还是有原因的 你在那谈情说爱呢 一天到晚呢 是吧 在那亲近我我的 在那什么秀恩爱的 不干正事 是吧 是吧 你倒好 一天到晚的秀恩爱 这样可好 把自己秀到台湾去了 所以说 所以说老蒋 你被碾走了是吧 被碾到台湾 这你不能怪别人是吧 你怪你自己 是吧